接下来大家期待已久的2021南回艺术季 在7月30号亮眼开展了 14件的作品沿着南回石像镇部落美丽的自然景观来设置 在疫情区缓之际来趟南回小旅行 感受融合地景风貌和地方人文的作品 而8月7号开幕仪式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大家期待已久的2021南回艺术季 已在7月30号亮眼开展了 作品的名称呢 我就是把它定为相约南回太平洋固幻 对于游子 我希望他们看到这个作品会觉得说 更想要在自己的家乡跟部落里面再去发展 14件作品沿着南回四乡镇部落 美丽的自然景观设置 从2018年永远方引南 那三年之后我们今年规划了 2021的南回艺术季 那这个部分原来预计是在 7月17号开幕 当然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延到了8月7号开幕 那那天我们会在这个上午海滨公园 就是9420这一个店 我们在那边做一个开幕 那当然会邀请在地的这些 这个乡长啊 还有一些议员 还有一些在地的一些文史工作者 都会来一起参与 那这一次的重点就是说 总共有14组建的这个作品 然后有这些有四位国外的艺术家 十位国内的艺术家 共同来在这个沿着台九线 来在南回四乡镇 来做一个创作 所以这个是很令人期待的 不过还是要提醒前来参观的民众 虽然疫情降为二级 但是探访作品时 还是要做好防疫措施 全身带口哨 保持社交距离 进入部落参观作品时 也请不要喧哗 请用心好好感受 这些作品与土地之间的连结 记者陈安如总和报道